基本上每小时50块钱 年薪10万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大家好 如果您是一位新移民或者刚毕业的大学生 您可能会面临很多挑战 比如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也是一项大的挑战 我太难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最适合 加大移民和毕业新生的五种工作 这些工作不仅有稳定的收入 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五类工作到底是什么 那第一份工作就是数据分析师 这是职位最多 最易入门 新兴热门的职位 这个职业非常适合新移民或者是毕业先生 因为现在数据分析在各个行业都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加大大的平均工资是每年7万到10万家 可以考虑学习相关的一些技能和知识 比如说攀桑 数据可视化 Power BI等等 如果想在未来年薪10万 那么数据分析一定是您的首选 那我们第二个职位就是会计 会计是加拿大最需要的职业之一 每个企业都需要一位会计师来管理财务 这意味着会计师有良好的晋升机会 那会计师的平均年薪在11万加币以上 工作机会多 语言要求低 超高的就业率 就业速度而且很快 也是大家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您可以通过实习 或者找到一份助理会计的工作 来积累经验开始我们的会计之旅 那我们第三个职位就是财务类 还有一个经常被华人忽略的高薪就业方向 那就是我们的Payroll 也叫工资管理员 如果你喜欢做事情 非常的细致认真 而且喜欢和数字打交道 我相信Payroll一定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就业机会就特别特别的多 Payroll他不需要过多的语言交流 所以他对于语言的要求比较低 并且Payroll的平均年薪在四万五到七万之间 可谓是旱老保收 干到退休 那我们第四类的工作 当然就是技工类的工作 电工 水工 电焊工 水暖工 加拿大需要大量的技工 那这些工作通常有很高的薪资和福利待遇 并且工作当然非常稳定 那我们以电工为例 它的用户需求大 收入较高 所以我们一旦拿到了电工证书 基本上每小时五十块钱 年薪十万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那加拿大各个省份提供的技工类课程和培训计划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新移民获得必要的一些技能和证书 另外技工类工作对于语言要求比较低 所以如果您35岁以上英语水平一般的男同胞们 可能是最适合您的一份工作 那第一个五类就是我们持证上岗类型的 比如说我们的口译牌 我们的保险经济牌 我们的低产经济牌 贷款经济牌 比较推荐呢 比如说其中的社区口译员的证书 然后另外一点呢 比较推荐我们的保险经济的证书 考证呢都相对比较简单 工作呢也比较轻松 并且呢因为加拿大啊 这个华人越来越多 所以呢有很大的华人用户市场 那很多公司呢 他其实呢已经不再计较到底你的英语怎样 一般呢我们如果做保险经济 很多朋友会从车保险入手 他会有固定的工资啊 后续呢你可以呢去做房屋保险呢 从屋险呢旅游险呢 其实他的这个抽成呢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最后一点呢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加拿大呢没有任何职业的歧视啊 不管您做什么类型的工作都是光荣的 只要为了适应当地的生活 没有什么觉得难堪或者尴尬的 我刚来的时候呢曾将挨家挨户的打扫过卫生啊 那个工作叫做什么呢叫cleaner啊 这个所以呢现在我创立了维多利亚教育集团 过去的24年当中呢我非常开心 我们已经帮助了超过10万的华人同胞 找到了一份特别棒的专业工作 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在此呢我也祝大家好运 并且呢愿意在评论区里边为大家一一解答您的问题 祝所有的朋友在加拿大开启美好的生活 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拥抱全新的人生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图扫码邻居免费公开课资料哦 或者拨打咨询电话416665188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